台南學甲發生八十八槍重大槍擊案 兇嫌還在追棄 而內政部長徐國勇和警政署長 黃明昭下午就前往慰問遠景 不過槍案未破 更引發選戰攻防 原本請假衝刺選舉的台南市長 黃偉哲取消今天副總統賴清德的 輔選行程 他強調市政為主 而其他的候選人對對準黃偉哲 猛打執政問題 台南重大槍擊案槍手 針對學甲某科技公司 以及議員候選人服務處 猛開八十八槍 案發至今 警方強調已鎖定犯案路線 但追棄行動仍無斬獲 十一號下午內政部長徐國勇 以及警政署長黃明昭 到雪甲分局慰勞遠景 市長黃偉哲將請假投入選戰 顧及槍擊案未破 十一號上午副總統賴清德 輔選行程取消 我們當然在這一兩天內選務行程減少 這個市長可以請假 但是市政不能放假 所以說我們市政行程還是要照著 自安引誘讓市長候選人猛猛批 國民黨候選人謝龍健 十一號一早到市場掃接敗票 火力全開 而無黨籍的候選人林一鋒 也在第一時間製作宣傳短片 砲打市府 另一位無黨籍候選人許忠信 也要求警方在選前破案 給市民交代 而律師出身的候選人吳秉輝 雖然沒有針對黃偉哲批評 但也譴責暴力 立庭警方積極查辦 法務部長蔡經祥也表示 對於近期治安事件頻傳 檢察官警察調查局 會全力以赴維護安全 距離投票日僅剩十五天 槍擊案一天不破 台南市長黃偉哲 難免成為縱使之地 記者文正恆台南報導 154 members 1件 happens 1件 2件 2件 1件 1件 3件 1件